大家听我说 我们已经出了上海的地界了 已经安全了 把钱放下 把这谁都活不了 把这两个拿钱都给我拉出去毙了 走 快走 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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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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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军有令 发现共党就地处决 把他们都过毙了 等等 等等 老总 我有话说 有话快说 有皮快放 老总 咱借一步说话 老总 我是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李南派来的 咱们哪 都是自己人哪 自己人 对对对 我怎么没听说 你叫什么 我叫何宾如啊 你要是不相信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李局长啊 电话我会打 不过我得先问问你 你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跟上这些人 潜荣工去 打探共产党的情报 我们的人 就你一个吗 哦 还有一个少兰 哎呀 可是在来的路上就可以发现了 已经被人家给处决了 老总 谢谢 谢谢老总 老总 能不能给我留一个活口 给我做掩护 放不到苏北去 剩下的人 可以全杀掉 老子杀的就是你 这 这 这干什么这是 小兵如 这一路上 是你在跟李南留记号吧 你们是一伙的 你猜对了 我们是一伙的 这些伪军都是假冒的 而且 我们也没被枪打死 你现在明白了 何老先生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风头 甭给他配话 你想毙了他 给这里面报仇 你先走 我说 否则 你不应该来 应该来 你不应该去 我去做个小兵 大家都看到了 这是我们在进入苏北之前 设立的最后一道方向 为的就是铲除内奸 现在内奸已经被铲除了 大家呢 可以安心地出发了 我们的司令员 已经在苏北等着大家了 家瑜 答应我 好好照顾自己 好吗 小川 我什么都没有了 顾家瑜 你还有孩子 孩子就是你的希望 你一定要坚强了 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走了吗 我要和金浩哥一起执行任务 等任务完成了 我们就回去 千万要保重 家瑜 好好地 咱们四个一起来吧 咱们四个一起 家瑜 他就好好照顾自己 一定要把大家安全地送到锁 是 冯总任 金浩先生 你不是跟着我们吗 梁先生 我还有事 所以不能跟你一起走吧 后会有期 在这个情况下 给我的照片 然后我会见你 在苏维尔北 放心吧 我会的 大家保重 后会有期 석美 早选 早选 して mentioned 对 mike 请 宇国 后会有期 保重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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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你爸爸是个大英雄 这些该死的共产党 局长江边逃跑的人里有你认识的 有个叫陆之林的被我打死了 陆之林 在建设大学比我低一届 我们一起去过苏北 我和他很熟 尸体怎么处理 人都死了 一了百了送去公墓算了 是 我曾经设想过各种牺牲的方式 可永远也想象不到像陆之林同志那样 如此壮烈的牺牲 我上大学的时候 只读过一本小说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 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不过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 他就能够说 我整个的生命 和全部的经历 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至林同志当得起这句话 每一个投身革命 心系民族的人 都当得起这句话 大爱 你相信人有灵魂吗 我相信 但愿至林同志的灵魂 能在天国得以安息 能在天国得以安息 他没有完成的事业 我们会继续替他完成 至林 好兄弟 好战友 咱哥俩在一起这么多年 风风雨雨都过来了 还没有踏踏实实地喝回一次酒呢 还没有踏踏实实地喝回一次酒呢 今儿呢 咱哥俩就好好喝上一杯 真哇 嗯 特别 为什么 谢谢你 真的 我能参加共产党 走上这条革命的道路 是你和干政司令员把我引进来的 目前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候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怀着一颗赤诚之心 要挽救四万万中国同胞与水火之路 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的光荣使变 你放心吧 只要我今好还活着 这条路 我就会一直走下去 至死不渝 至连 我把陆老二给你带来了 你走了 我替你帮他放了 我替你把他放了 去哪里 你不能帮我 去哪里 看你是他们的 我 Miyake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们 我爱你 想吗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往中共派间谍 不仅是中共 还有军统 不是已经失败了吗 何彬如和少兰只不过是两个实验品 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 失败是必然的 但是 现在我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特工计划 具体什么内容 这件事由陈婉负责 你不必多问 知道的越少越好 明白了 不过 现在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陈婉不方便出面 你去办 是 筹剑秘密基地 对 他让我在上海郊区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里面要有水 有电 有宿舍 训练场 通讯设施和交通工具 另外 还有一批 美式武器 不久也会运到哪里 这是一个标准的特务训练 基地配置 看来他们是要训练一批 特工人员 主要是针着我们和军统 名单能掌握吗 人员都是陈婉亲自挑选的 任何人不得过问 包括李南 李南做事向来谨慎 他不可能心血来潮忽然做这么一件事情 他背后肯定有更详尽的机会 那这个秘密基地 我是做还是不做 就照他命令的去做 你不做的话 他还会找别人去做 那样的话我们就更加被动吧 我倒要看看 这个李南要搞什么鬼 蒋队长 秘密基地筹建得怎么样 局长 事情办得挺顺 地方已经选好 基础设施也已经到位 就差人员入住了 好 整个警察局里 就属你蒋队长办事效率最高 谢谢局长夸奖 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 对了 陈婉需要一批医务人员 你帮着物色物色 要进入基地封闭工作 时间一年酬劳拟定 经费有局里支出 这笔费用可不行啊 现在咱们局里资金紧张啊 放心 日本人会出这笔钱的 回头我再问何路大佐要 明白了 需要多少人 越少越好 尽量控制在五个人之内 那五个人好办 直接从咱们局 医务室调不就行了吗 这是个秘密行动 必须全部都用外人 这可就些难度 既要底子干净 又要业务精炼 还要满足封闭条件 我尽量找吧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钱办不了的事 不着急 慢慢找 我和陈婉会帮助你的 是 局长 还有多远 前面 前面就是 快 快 是 请进 请问 您是林夕女士吗 我是 请问 您是 我是上海警察局局长 李楠 局长 你找我 我让你去找医务人员 找了怎么样 这事不好办 我亲自去了几家私人诊所 只要说是一封闭工作 给再多的钱人家不愿意来 不过你放心 这事我会一直盯着 蒋队长 你的方法太温柔了 我用我的方法 已经找到了几个 是吗 太好了 我还发愁呢 今天我特地叫他们几个过来 开个见面会 通通气 时间差不多了 你陪我去一趟 这儿 蒋队长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齐腾先生 这几位是心理学家 这位是林夕女士 这就是我们警察局的蒋队长 大家好 今天叫诸位专家来 主要是提前安排一下 我们下面的工作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出现在警察局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今天下午李楠 突然来诊所找到我 他知道咱俩的关系了 应该不知道 他跟你说了一些什么 他说政府有一项秘密计划 要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参加 被封闭到一个秘密的地方 理想特务训练计划 真的 训练特务干什么 军统 中共 都是他的目标 他还跟你说了一些什么 别的什么都没说 李楠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会答应他呀 我一开始没想答应 可他说纯实政府行为 我没有合适的理由拒绝他 你可以找理由啊 你可以说你有洁癖你有自闭症你有恐惧症 你可以先钱少 你什么理由都可以找啊 这你激动干什么 大海 你今天很反常 亲爱的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 亲爱的 你不知道 这项特务计划 他的参与者和知情者 最终的目只有两种个 要么 是被送到其他城市的监狱里监禁起来 要么 就是被杀害 别靠 可我已经做出了选择大海 我想和你并肩作战 而不是整天生活在等待的恐惧中 我想要帮助你 你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你帮不了我 我也不需要你的帮助 我就希望 你能好好的 今后 咱们成了家 一起过自己的日子了 不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陆先生 陆太太 宋芳小姐 还有那个所谓的刘老板 你们都是一伙的 你们都是 管道的 胡说 别想骗我 我什么都知道的 你们一直在针对日伪做出各种行动 烧烟土仓库 都会违上空场 千举荒 这些都是你们干的 还让我合伙骗那个大汉奸 盛心仪 我需要你对我坦白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看报纸听广播的 报纸广播 不可能有这些消息 你不用担心 我什么都没有发现 你一直都做得很好 只是 我太了解你了 你不可能一直甘心留在万威警察局 批日本人卖命的 做不到这一点 将来还有什么资格 做你的棋子呢 我做不到我 这次做不到你 我不是 你不落水 你真的会不会放火 我不要放火 不要放火 你不过 我最不爱就喜欢你 你爸爸 我我不是在家里 你这样 你当然 我不是在家里 你真心里 我什么都不怕 你学的那些 都是一些皮毛的理论 答应我 他们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千万别做傻事 我会尽快地把你救出来 知道了 特务基地那种地方 就是一个魔窟 一旦进去了 就别想再出来 现在已经无法阻止了 李南今天晚上 就要派出秘密车辆 把这些医务人员 全都关起来 我马上和老家取得联系 让他们安排一条安全动荡 赶在李南之前 把林熙救出来 已经来不及了 林熙一走 李南就会没完没了地 调查他 说不定我也会暴露 你和他一起走 必须终止你的潜伏任务 傅努同志 我们不能破坏纪律 不能给整个地下组织 带来麻烦 我必须留在李南身边 发挥更大的作用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但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林熙去送死吧 我有一个办法 也许能把他救出来 什么办法 我已经查到 李嘉玉的母亲 被李南关在哪了 我和林熙已经商量好了 利用这次机会把他调出来 把他和李嘉玉的母亲 一起救走 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把李南一起除掉 欢迎各位专家 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李局长这什么地方 为什么借个这么思念啊 齐藤先生 你只管做好你自己的事 其他的不必多问 对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咱们基地的总负责人 陈婉陈主任 以后你们在这里的一切 他都会帮你们安排好 大家好 我是陈婉 以后请多关照 陈主任好 陈主任好 陈主任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今晚大家先休息一下 明天将会有一批人员到达基地 之后你们对他们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 体检报告一律密封 直接交到我手上 请问我住在什么地方 你们的宿舍就在后面 一会儿会有专人对你们的私人物品进行检查 没有问题之后 你们就可以入住了 林医生 你是这里唯一的女士 所以医疗小组就由你担任组长 以后医疗小组有任何问题 你都直接向陈主任汇报 听明白了吗 好的 我还有公务在身 就不奉陪了 就把你们交给陈主任 陈主任 你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好这些专家 局长 你放心吧 好了 李医生 都检查完了 你早点休息吧 实际 林医生 你好 请问陈主任在吗 你有什么事吗 今天上午来的那些人 提前报告出来了 陈主任让我直接交给他沈月 陈主任早之前吩咐 让您把不合格地留下 合格地大回医务室分存 等他回来了再送过来 好的 林医生 你先去吃饭吧 要是有什么事 我再叫你 谢谢 特训人员训练得怎么样了 正在加紧训练中 还算顺利吧 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 这怎么也得 一个多月的时间呀 这些人一旦派出去 成功的几率有多少 军统那边我很有把握 只是共产党那边 我还需要时间 我没时间给你办学校 马上把他们派出去 这么快 特务训练是很系统的 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你应该懂吧 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共产党每天都在给我惹事 我们要是再等 他们就得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了 我没问题 只是我不敢保证 这些人派出去 一定会派上用场 我可再次提醒你 我们要是再没什么收获 日本人是不会饶了咱们的 就按我说的办 把特训人员名单 送到我办公室一份 是 谁 李医生 陈主任回来了 让您把体检报告送过去 这么晚了 明天再送不行吗 不行 陈主任说让您马上送去 那等等 我换双鞋 好的 先放那儿吧 一会儿我来收拾吧 陈主任还等着呢 那好吧 咱们走吧 我想去一下洗手间 好吧 不过您得快点 林医生 那快点吧 陈主任该等急了 林医生 不好意思 就等了 咱们赶紧走吧 报告 陈主任 林医生来送体检报告来了 进来 请 陈主任 林医生 这么晚把你叫过来 真是辛苦你了 不辛苦 这是体检报告 不合格的 白天已经给您送过来了 这不合格的人怎么这么多呀 我们严格按照您的要求进行的筛选 这些人当中 有的有家族遗传病史 有的心脏有问题 甚至有的已经出现了肺结核的早期症状 任何方面 只要有一点问题 我们就都归到不合格了 做得好 这样 你把这些合格的人拿回去 在医务室里保管 把他平均分给每个医生 每隔两周给他们做一次体检 实时地观察他们的心理状况 跟身体状况 不管是头疼脑热 还是手脚骨折 都要详细地记录病因 治疗过程 和结果 好的 还需要做什么吗 你先回去休息吧 等着治疗伤病员 哪来的伤员 会有很多的 治疗伤病员 局长 好消息 我们派到军统内部的人 刚刚发现了军统一个行动窝点 我亲自带人把它给端了 并且缴获了一部电台 就是这个 是 这是军统专用的美式电台 留下活口了吗 一共四人 奋力反击 全部揭秘 好 这说明我们选的这条路选对了 不过现在只是初见成效 不要自满 要再接再厉 是 局长 有了这部电台 我们有可能跟军统同步接收发报信号 军统现在使用的 是美国新研制出来的密码系统 破译难度非常大 要是想破译 我还需要时间 如果破译成功 那意味着什么呀 那将意味着 我们有可能找出军统在上海的走战 进而揪出他的地下方 将他们一棒打击 很好 破译密码的同时 新一批特务人员的训练 也不要间断 双管齐下 陈主任 你离飞黄腾达的日子 不远了 谢谢局长 报告局长 昨天晚上 我们的一个行动小组被袭击了 损失了四名人员 一部电台 什么人干的 陈婉 各个行动中 都是并联的 互相之业没有交集 陈婉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 局长 李南秘密培养了一大批特务 我们的内部被渗透了 是特务出卖了他们 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蒋大海 有线索吗 还没有 正在调查 不过已经有被渗透的迹象 其他的几个组也有危险 我建议把其他的小组撤离 这事我来处理 蒋大海已经对我们失去信心了 他不可能再提供什么有价值情报 所以我们要主动出击 那您的意思是 报复 针对日本人的计划 制定好了吗 制定好了 日本城防第五第六大队 明天晚上会在一家日本俱乐部举行联欢 到时候很多军官都会到场 西爹不用向我回报了 立即实施 我等你的结果 是 大家喝起来 来来来 大家都要过来咖啡 来 咖啡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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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先给他走 撤 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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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莫林 坚持住 坚持住 许曼 我不行了 不 你不要说话 我要治好你 我一定要救你的 还记得在特许曼的时候 看到的那些 连尸一地照片 那个身体都被打裂的类子 是我的哥哥 是你哥哥 许曼 能认识你 我很高兴 对不起 我不能再跟随你了 不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 我一定要救你 你照顾我那么多次 我一定要救你 我知道 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我也知道 你没有忘记你心里的人 答应我 千万不能放弃他 我答应你 我永远也不会放弃 我爹和我娘 这是我家的地址 你以后时间 就提我去看看我爹和我娘 告诉他们 他们的儿子和我娘 都是为过前去的英雄 百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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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coinciden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城方第五大队 左左目大左 这个城方第六大队 第一中队角田中左 这个藤原少佐 大日本帝国的贵族 藤原家族的二公子 刚刚从陆军大学毕业 派到中国还不到一个星期 还有这个这个 这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赤裸裸的羞辱 是真统的人干的 光知道是谁干的有什么用 你总是装出一副很聪明的样子 可总是在事后才知道是谁干的 这有意义吗 他们一直暗杀的都是罕奸 公然杀害日本军官 这还是第一次 这不是暗杀计划 而是报复行动 报复 是 为了对付他们 我也制定了一项间谍计划 第一批渗透进军统的人 已经起了效果 我们捣毁了他一个行动组 破坏了电台 得知了电报密码 等成功破译后 我们就能将上海的军统一网打尽 你说的是真的 是的 请您向松本司令官汇报吧 等我成功之后 您不但不会受到惩罚 还会受到大大的嘉奖 好 我等待你的成功 干得漂亮 两个惩罚大队 上桌以上军官 被我们一次性除掉了 这对鬼子上海驻军 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日伪渗透进我们内部的特务 还没有肃清 对我们仍然构成威胁 这批特务的名单 我想一定在李南的手中 想办法搞到这批名单 彻底肃清日伪特务 是 不再像什么我冰住呼吸 为了远方的一朵鲜花 摘下来送给你 千军一发的时候 我学会了奔跑 为了你我愿意 不再说什么 我只要努力 为了收获 第一个微笑 留下爱 在心里 百花睁眼的时候 我懂得了荣誉 为了你我愿意 我温馨 心问天 抵挡人间多少年 悲欢在 沧桑边 明月又轻茫 我温馨 我对心 心对天 山河回望多少年 纵然化身 会沉溺 为了你我愿意 我愿意